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里面就做米粉 就从省里去 侠家米粉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侠家米粉呢 又是我们农夏村的米粉做得最好 但是呢 最骄傲的还是我的父亲 他做的米粉在我们村里面 还是属于最好的一个 我的父亲叫阎林庚 今年已经53岁了 我能够长这么大 并且能够上完大学 都是靠我父亲做米粉 赠来钱来工资我 为了做好米粉 我父亲每天凌晨12点钟就起床 一直做到晚上 基本上每天只能睡到三四个小时 我们这里的米粉 好吃的话关键是有两点 一是米好 另外就是水好 而我那种米呢 都是我父亲直接在隔壁村里面 收购90米香 这种米呢 它的硬度非常高 非常适合做米粉 做米粉的步道是这样的 将米取出 放到大盆当中 用我们的减水 将它洗干净 然后用大缸进行浸泡 其实这是一个发酵的过程 夏天温度比较高 浸泡一个星期 像冬天的话 浸泡水比较长 要达到一个月 如果这个米滑滑的 说明已经浸泡好了 所以我们就会一边用水冲 另外一边用手去洗 去除里面的酸味 我们会通过电机 将米积碎 做成米浆 放入桶中 将多余的水分去除 把粉倒在案板上面 进行捏团 因为这个时候的粉浓嫩性不好 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 是其他东西都代替不了的 这个时候要不停地翻滚 否则这个米团会糊掉 大概煮了半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这个米团 达到了三分之一熟的样子 就将米团捞出 放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更大的力气 将粉进行浓捏 使得粉的浓嫩性 粘稠度更高 传统的方式是通过木杂去扎丝 这就是我们的木杂 我们一边用脚去踩木杂 一边通过竹子去剥米粉 让米粉直接入锅 煮了一段时间之后 粉是直接浮在水面上 说明已经煮熟了 但是在这个工程当中 对火候的要求非常高 火候越大 煮出来的粉越好吃 我们会将它放在一个 装满清水的水缸中 进行清洗和冷却 再将它转移到另外一个 装满清水的水盆中进行浸泡 一般情况下 浸泡起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制作小辣米粉的最后一步 就是晾散 我们会将米粉摊晒在竹面上 然后再把米粉扛到赛场上 进行晾散 这个过程真的太难了 放上湿粉之后 总共有100多斤 说实话我至今都没有看过 但是我的父亲 每天都要来来回回几十次 在我们村里 像我父亲这样做粉的人 还有很多 而且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大了 最大的已经有七八十岁 每次天气好的时候 我都能看到他们扛粉的深意 传统的做粉就是靠天吃饭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做 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做 因为天气不好的时候 米粉扛出去塞不干 就容易烂掉 这个粉因为是经过发酵做成的 所以说它只适合做炒 不适合做汤粉 它的炒法也比较有讲究 一般是在锅里面烧开了水之后 把粉放进去煮过两三分钟 然后用冷水去把它洗凉 洗凉之后再把它捞起来 放在锅里面去炒 这样炒出来的粉来 口感就比较好 没有嫩性 小家米粉好吃又好卖 但是结果呢 村里面几年前 还有十几户人家做米粉 现在只有六户 到这种速度发展下去的话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 已经没能做米粉了 难道真的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不想传承下去 不想做米粉吗 我想肯定不是的 就比如我 这两年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也注册了自己的老原品牌 就是想通过现代化的工艺 和传统方式相结合 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 扩大规模 扩大产能 彻底改变小家米粉 靠天吃饭的一个弊端 我相信 小家米粉会有未来